大家好 我是巧娘 好吃 可以了哈 来 拿下来 哎呀 我拿 哎呀 我现在采的好漂亮哦高丽菜 很好吃 这些叶子不要丢掉 没有成 可以回去做菜团子吃 大家看到刚才昨天影片的回顾 因为高丽菜叶子是阿伯自己种的 没有配农药 所以老叶子我不舍得丢掉 就洗一洗切一切 汆烫一下 加上面粉 加上葱 加上盐 加上一点油 就这样做成最健康 最养生的菜团子 就可以上锅蒸了 哎 干嘛烫里面去 啊 好了好了 在里边 在里边 在团子一共蒸20分钟 这些我没有加粗粮 只加了中筋面粉 这样吃最健康最养生 不管你便秘多厉害 每天早餐吃两颗保重顺畅 这样的早餐营养搭配 配上一颗蛋 一天的营养就够了 再配上一杯牛奶麦片 最近因为很多朋友说便秘真的没办法 配上一点自己腌的萝卜干 这些是冬笋 竹笋本身纤维就很多 会有帮助排便的作用 所以这样吃 特别是像奶奶这样的长辈 吃上一个菜团子 一天的菜都够了 因为非常的松软和口 我时常看到朋友留言说便秘很严重 其实就从吃上就能解决便秘 并不是非要靠药物 如果你像我这样吃什么一餐 你可以试试看 这些食材都是很简单 保重你的便秘 轻轻的溜溜走了 不会再找你